现在的黑板很不一样 不但是水差无成黑板 老师学生不用再洗粉笔灰影响健康 为了提供更好的学习幻境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协助白云国小全面更换传统黑板 18个班级都换上了这种新式的大屏黑板 白云国小总共有18个班级 那我们目前有补助我们白云国小全校的一个大屏 那这个大屏除了可以上网以外 可以学生在那边做一个画画 跟老师一个互动交流 那可以增加那学生的一个上学的一个兴趣 启发他们有一些 不管是跟网络连结 跟一些他们的创作的连结 我想新的教学设备会带给学生更多学习上的便利 所以我们在班级 每班级都设置了触控大屏 那触控大屏在老师的教学也好 或者是我们即时 学生在学习即时的回馈 跟我们的上网速度 还有我们的荧幕解析度等等 都比传统的教具好像 好像许多 那这阵子我们在观察学生在学习 还有老师在教学 都有很大的成效展现 不同于传统的黑板 现在每个教室都换上新型的 两边拉开之后 中间就好像一个大型的平板 只见老师上课 直接将学生的作业作品连接到上头 上课时手一滑直接在上头教学 也让学习更丰富多元 我们的触控大屏它除了即时连接网路之外 也可以即时的显现出孩子的学习成果 比如说孩子它的作业 可以即时投影在我们的触控大屏上面 然后那触控速度也增快很多 所以在孩子的学习上有提升很多的便利性 从白允国小开始 我们系指每个学校 它的一个大屏都可以建置得更完善 不要说小而美 就是说让我们系指每个同学们 都有享受到充分的资源 就是这个大屏可以推广到每个学校 每个学生都能一起来使用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补助了白允国小180万 把学校所有的大屏都把它建置完成 现在一到六年级的教室都换成了大屏黑板 新北市医院张景豪也特地到学校关心 也将持续争取更多的资源 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这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